万众苦等的科幻神剧入侵第二季震撼来袭 精彩程度还是一如既往的炸裂 美方为了消灭日夜隐患的外星怪物 朝着太空发射了一颗核弹 天空中赫然呈现出一层巨大的光影 紧接着外星飞船的残骸缓缓下坠 最后坠落在亚马逊与林 就在人们得意洋洋欢呼之际 又一艘外星巨型战舰缓缓降落 那种强大的压迫感与恐惧 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人们心中引爆 外星怪物很快就入侵了城市 首先遭殃的便是正在排河废水的岛国 城市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 惊恐的它们像小老鼠一样四处逃窜 如果一旦半岛或者跑了慢 得到的赏赐便是怪物的温柔一笔 越来越多的怪物蜂拥而至 就在这时小美却停下了脚步 然后朝着怪物袭来的方向缓缓走去 接着点燃手中的火柴丢在地上 然而就在它撤离的途中 突然一个男人被怪物从巷子里抵飞出来 等待男人的结局可想而知 好在小美及时丢出一个燃烧品 怪物当场领了盒饭 没想到枪都打不死的怪物 遇到火焰却如此不堪一击 巷子里再次窜出一只怪物 吓得小女孩站在原地惊声尖叫 小美见状立马丢出燃烧品 然后拖着女孩迅速逃跑 就在这时头顶传来一阵轰鸣声 她本以为是政府派来的救援队 接着直升机下来两名男子 并强行将它带上了飞机 醒来后已经被带到了亚马逊女林 然后进入了达摩科技公司的实验基地 老板普尔表示他们正在研究外星飞船 飞船核心有一股神秘能量 但凡接近他的科学家全都失去了记忆 他们只好将能量封锁隔离起来 普尔希望小美能帮他们破解其中的秘密 或许这是人类战胜外星人的关键 普尔之所以找他来 就是因为他之前与外星人进行过沟通 小美认为与他对话的并不是外星人 而是在太空站失联的爱人大壮 他为了查清事情的真相 于是答应了普尔的请求 他穿好防护服进入了飞船内部 里面巨大的空间堪比加拿大 两人走了半天才抵达了飞船核心 然后来到了内部能量的面前 助理提醒他必须在15分钟内出来 否则会有生命危险或失去记忆 他戴好头盔后便走进了隔离间 只见一道绿色能量光在里面四处游动 突然能量开始扩散开来 接着形成了一朵五彩斑斓的花朵 而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现象 似乎能量与小美有着某种特殊联系 众人都被这一幕所震惊 只见花心不断舞动着朝小美靠近 就在小美伸出手前去抚摸的时候 没想到能量却直接缩回去 接着小美播放了一首大壮最喜欢的歌 伴随着歌声的响起能量再次朝小美涌来 这种熟悉而又亲切的感觉 就像是大壮正要拥吻她一般 她闭上眼睛尽情享受着爱的温暖 更诡异的是如刻也能听到歌声 紧接着玛丽手中的黑铁表面开始蠕动 这并不是一块普通的金属 而是一块能打死怪物的身体 军方与非法分子都在找这块石头 玛丽带着两个拖油瓶东躲西藏 为了解决燃油的问题 胆大包天的她便打起了军方的主意 趁大兵正在享受午餐的时候 如刻朝着装满汽油的卡车跑去 并迅速从车上提下来两桶汽油 突然一名士兵从茅厕走了出来 玛丽立马拿出抽屉里的枪 然后露着笑脸朝着对方走去 她表示这孩子不懂事 立马让卢克把油桶放下向对方道歉 本以为这样就可以相安无事 队长却怀疑他们是运动组织的成员 该组织最近经常窃取政府的财产 于是立马对他们以及车辆进行了搜查 结果从玛丽身上搜到了一把枪 还在车上找到了那块黑色的金属 玛丽谎称这就是一块普通的废体 队长立马让士兵拿来电磁椅 检测结果表明这正是军方要找的东西 而且还查出了它是军方的通缉犯 就这样一家三口被军方带捕 车上还绑着一名运动组织的成员 男人淡定地表示自己并不是囚犯 还劝他们一起加入这个大家庭 就在这时汽车突然停了下来 原来是马路上趴着一个满脸番茄汁的小女孩 士兵见状立马下车查看情况 突然这时传来一声枪响 大量持枪的蒙面人从树林冲了出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男人设下的圈套 整个小队瞬间被洗劫一空 撤离时还破坏了军方的汽车 玛丽几人也被带到了运动组织的基地 首领汤姆再次劝说几人留下来 只有团结在一起才能有希望活下去 玛丽为了不让孩子们继续受苦 于是决定暂时留在这里 玛丽为了不让孩子们继续受苦